一晚上睡不着觉 都想的是英雄的事 英雄都是悲剧 你看就从亚伯拉罕 最早神让他把他的儿子献祭给上帝 就牺牲啊 牺牲就是把自己儿子 无条件的奉献给神 后来神感动了 让他拿一只羊 代替他儿子 那就是最早的英雄 就亲爸爸把自己的儿子奉献出去 哎是没条件的 不是说我要把这献出去 观音保佑我生一个儿子 观公保佑我发财 不是 英雄是无条件的 就是牺牲 就是牺牲品 红军里边最是这种悲剧英雄的就是左权 一路上好学校 黄浦一期 黄浦一期 林彪才四期 张领浦才四期 莫斯科中山大学 福隆之军事学院 认识托洛斯基 托洛斯基是苏联红军之父 左权是中国红军之父 左权就死在 台航山深处的这个 县 一会儿 撞我脑袋了 左权县有哥俩 一个叫刘洪庆 写了左权传 我给左权传写过序 刘洪庆有个弟弟 叫刘洪权 会唱是个瞎子 会唱盲人的说唱小调 左权将军 我老想这个是不是 由于我的命运 跟他相似 9月17号 晚上创作的 9月18号 当时的聊线 要一名左权线 要开个很多人的大会 为这个大会 创作这首歌 在原有的曲调的基础上 三个那个老 那个老的文化工作人员 填着词 叫左权将 作曲调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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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的流血 他是作过国财道的 优秀大学 学焖尾大学 游 e stewardship调家族 作过国财道的 和国财道的 用修大学 为大争执为远 苏联去流亚 回国以后有窘战 上到了残墨战 老小马回国以后有窘战 上到了残墨战 全家祖国歌名 正正是千年 他为国家 他为名作 飞进老乡学 老小马 他为国家 他为名作 飞进老乡学 飞进老乡学 老乡本乌云 四大杂禄多昂 这却教教马天赴江 国荣西山 老乡本 这却教教马天赴江 国荣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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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却教教马天赴江 为此老乡乡 咱们留下的老乡乡 为他报仇 好 真好 敌人